单组样本的估计 我们可以用来估计很多种参数 第一个最常见的估计是我们在估计μ 我估计μ用什么 我估计μ就用Sbar 因为Sbar就是μ的不偏估计式 但是我要怎么估计它呢 问题是我先要把这个Sbar先化成标准常态分配 我才有办法查表 我怎么把它化成标准常态分配 就是刚讲减掉μ然后除以这个Sigma 除以根号N这样 当我这样做的时候 它就会变成标准常态分配 接下来我就只要去从标准常态分配的 刚刚那个表查出它的信赖区间就好 因为95%信赖区间 这边就是0.025 这边就是0.975 所以你只要查出0.025和0.975 然后把0.975的值减掉0.025 它就是那个范围了 因为0.975减掉0.025就是0.95了 0.95不就是95%的信赖区间吗 所以你只要找出这两个L1和L2 它就是所谓的信赖区间了 那就是所谓的95%信赖区间 所以这一题你只要回去先算出这个式子 那请注意sigma已经给你了 我给你的是2.92是sigma平方 好解吗 我给你的2.92是sigma平方 要开根号 开根号才会是sigma 然后这个μ不知道 所以要估计的是这个μ 然后呢 sbar知道 所以sbar已经有了 n也有 对不对 所以n sbar sigma都有了 就可以估计μ了 好 那怎么估计呢 大概我们的那个推论就在这里 所以你只要把那个东西L1和L2查出来之后 你就套这个公式 x加L 这里写-L其实是加L1 因为它是对称的 如果常态分布是对称的 所以L1就是负L L2就是L OK 那所以它就变成s-L 乘以根号n分之sigma 那s加L乘以根号n分之sigma 这就是它的信赖区间的真正范围 谁的信赖区间 μ的 就是母体的平均数 母体平均数的信赖区间范围 是这样算 所以请各位回去算出 算出L1、L2之后把它带进这个 你就可以算出它的信赖区间到底是在哪一个范围之间 这个就当成家庭作业 OK 所以就是这一题的作业 好 那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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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